学佛的人 特别是念佛求往生的人 我们常讲信心的 真的 关键上 这两句话 是尽重修修的核心 总纲理 那就是事先是福 事先做福 花言经上所说的 一切众生本来是福 你得相信啊 你要不相信 它就难了 阿弥陀佛四十八月 为什么帮助你一生 做福 因为 你的心是福 是你的心在做福 阿弥陀佛 给我们做个真上语 这个真上语 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底下讲的玄之 玄妙的宗旨 是 但于一切众生 内中 激灵 名词 根本 方能生起 无量 无病 自觉 觉他之 妙心 这一句话 内中 激灵 这个激灵 就是自信 名词 根本 就是 明心 健心 大乘佛法 修行 是以这个文物标 大明心 健心 就算毕业了 这就叫佛了 名词根本之后 到哪里 统统都是道 十报 庄严图 去修行 这叫 法报 未妙 明心 前性 方能生起 无量 无病 自觉 觉他之 妙心 这个妙心 菩萨心 就是 你有 智慧 神通 道理 跟佛 很相似 好像差不多 你才有能力 自觉 叫他 自觉 提升 自己 叫他 帮助 一切众生 破密 开悟 这是什么 要写 阿 阿 你 佛 佛 阿 你 佛 阿 你 佛 佛 阿 你 佛 佛 佛 呗 佛 阿 佛 佛 佛